我覺得…喬星可能會在很前面 真的假的 我也覺得在這些人裡面 我應該可以在滿前面的 對 因為他們可能會想說 既然沒有辦法考慮臉的問題 什麼 什麼 在肉體上可以得到釋放 態度都可以考慮 所以憲哥第一名是喬星嗎 如果以我 我們這裡來的 憲哥如愧 你要慎選 如果是這六位的話 我這樣都不氣死得死 我整個人來死死就好了 對 說得這麼沒挑對不對 1 2 3 他第一名 天啊 妳才第三名 要你以為他前面 我有點急 我本預測我應該是第二 我覺得我會輸李懿 我預測妳第一 我也覺得妳會前二啊 我也是會前二 我也怕我自己排第二名 第二名應該有李懿 輸給誰 對 為什麼會是第三名 如果真要那個來講 妳算是離諧星有一點距離的 妳算漂亮 還是有模特兒的出來的就是 什麼 妳的工具嗎 妳的實用性比較高 對 妳跨足比較多的領域 跟妳在一起比較有面子… 講了什麼話 對 對啊 有事嗎 OK 好 我們看看街上鄰居怎麼說 好不好 來… 來… 因為瑤瑤看起來就很 很氣質 就在節目上話也很多 那私底下不知道啦 那…就覺得可以陪我聊天這樣子 我會先選瑤瑤 因為瑤瑤比較誇張 然後時間會過比較快 角質選一位的話 我應該會選瑤瑤 因為我覺得要 氣質膚質又有髮質 氣質又有髮質 對 黃橋青是妳的誰 是我的表姊 我表弟 妳怎麼可以用秒弟在裡面 妳是因為她是妳表姊才選她嗎 對啊 我覺得表姊會比較靠譜 瑤瑤應該也不會選她啊 因為 要選擇有那個生活能力的 瑤瑤感覺就 憤憤的傻傻的 只會哭 哭鬧 對我在荒島上沒有什麼幫助 因為我看過 在節目上她跟工作人員吵架 所以脾氣應該很火爆 黃橋青的話 因為她是Apple 她是Apple 她不是Apple 她是我瑤瑤 Apple是食物 糧食 很健康 她選瑤瑤的原因就是其實 我有看過她的血真集 就是身材還滿火辣的 感覺在荒島上面應該會 但她有抓… 瑤瑤的話就她身材最好 那就是感覺 她想到你都喜歡你耶 瑤瑤的話 因為她星座好像是牡羊座嘛 那我覺得可能會很難相處 個性比較火爆 所以可能就不考慮 所以今天過頭會讓我覺得 荒島要結婚 瑤瑤…是牡羊座 我不要…準準的牡羊座 難怪 她個性很值得 對…性格上要稍微修整一下 非常牡羊座 然後我的那個什麼 上身是獅子座兩個都 而且她比獅子座怎麼了 獅子座怎麼了 牡羊在配合獅子那可怕 自己不要輸給了自己的個性 OK的啦 對不對 將來嫁人了以後 可能婆婆公公講了一句什麼 不對的話 妳直接就大抓狂 撕裂的那個感情 對 不行… 不行… 所以我跟好人比較好 對… 然後要懂得沉浅 迎人住自己的一個個性 可以啦 妳就可以的啦 妳能夠排行在第三名 那不得理 對 我覺得不錯 而且他們怎麼說我有氣質 我覺得這個排行網很玄耶 我想知道氣質這件事 從哪裡看的 我自己也不知道 當中有一個露的玄機有沒有 A號啦 搞錯了啦 搞錯 所以以後不要在黃昏裡面 做試調好不好